孕期的注意事项 首先要注意饮食的营养的均衡 因为从宝宝的孕育开始 它的孕期的营养 也是关系着宝宝的发育 它的健康 甚至关系到宝宝出生以后 成年以后的一些疾病 所以妈妈的孕期的营养 就非常的重要 要均衡各种食物 微量元素 高的蛋白质的摄入 尤其在孕期开始 钙 铁 还有就是说是 铁呀 甲呀 这种鲜呀 这种营养元素的摄入 非常重要 当然在不同的孕的时期 它这个营养的要求是不同的 比如说在早孕时期 我们主要就是要补充叶酸 要预防神经管的畸形 在从中孕以后呢 中孕期 它这个需要的营养呢 成分就是宝宝生长发育 比较快的时候 要补充的时候 它的热量也需要增加的 而且呢 它的这种蛋白的这种摄入 微量元素的摄入 孕期的这种营养的均衡 还要就是说 孕妈妈要就是 控制她的体重 体重要适当地增加 也不能说是营养过剩 引起了体重增加的过多 这样也会是增加这种 巨大儿呀 也增加难产的这些风险 而且呢 它这种胎儿 在成年以后的 它那些代谢性疾病 也会增加的 这是营养的问题 另外也就是说 在早孕期间呢 尤其这时候是配胎细胞呀 它的分化阶段 所以这时候是一个 致肌的比较敏感时期 尤其呢 要注意就是 要避免有毒 有害的这些物质 不要耐用药物 尤其还有就是说是 戒烟呀 戒酒呀 甚至有些就是说是 像毒品这些 一定是不能接触的 射线呀 有些药物 如果有病的话 这个药物 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去合理的荣药 另外在早孕时期呢 要避免要是防止流产 因为这个阶段呢 就宝宝它发育 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它也是容易发生流产 这个胎儿流失 丢失了这个时期 所以呢 就是要预防流产 孕期的活动 一定是适度的 适度的活动 早期呢 不能有性生活 在一个孕晚期 也不能有性生活 因为孕晚期的性生活 可能容易引起来这种 感染呀 太膜早破呀 也发生早产的 也会更加的 这是从这一方面说的 另外的孕期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是 要按时去做产检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按时去做产前的保健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发现的异常情况 要及时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